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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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進講的 今天有三位合體 好笑 因為嘉賓太厲害了 會長和謝虎 大家輪班上陣 今天我們三位一體 想說什麼 因為嘉賓太厲害了 要休息一下 我想說 我們北上 這個頻道雖然我們 講廣東話 照顧香港的粉絲 以港產片 香港的流行文化為主 但我們不能忽視 第二就是 我們中港兩地關係很密切 尤其是我個人為例 我北上三十年 我見證著中國電影 由一千七百個戲院 到現在有百萬塊屏幕的日子 我是國內人 我覺得這種北上經驗 絕對值得和大家分享 所以 之前我先想問你們 兩位 我們小時候 上年幾 你五十幾 我六十幾 我們的父母輩 就說 我們回鄉下 要穿很多條褲 拿著紅白藍 以前都不是紅白藍 沒有很多東西 六條褲九件三 一個個羅湖 有什麼都給鄉下的人 現在時勢變了 他們下來就去廣東道 你們小時候 有沒有這些家的北上經驗 有 我先說 我記得我應該沒有參加幼稚園畢業禮 因為那幾天我老爸一家 一起去回鄉 那鄉下哪裏 開屏 開屏 開屏很多丟流 我在那裏拍戲 我坦白說那些沒什麼印象 只記得村中間的大祠堂 那時候回鄉經歷 又是一個很兵方馬亂的感覺 每個人都單如單挑 逼火車一大袋 拖男帶女 我最記得過關很緊張 會不會被人帶進黑房 一天搜你身 看看你帶什麼去 那時候很害怕 那些人說了文字還未開 帶進去又不知道要不要發錢 或者過不過關 很害怕 很慌 另外 在未北上之前 經常收到家書 鄉下寄下來的家書 要手寫的 要錢 要東西 要錢 要油 要布 要衣服 那時候寄布是怎樣 我想很多香港人經歷 新一代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沒有紅白藍 是怎樣呢 買一塊大的牛仔布 包著衣服 裡面塞滿 盡塞舊衣服 然後外面再連一塊布 那塊布 找毛筆字 因為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想頭筆 沒有這些東西 寫了收件人的地址姓名 然後碰到袋裡 紮好袋子 拿去油谷寄 然後寄油 我小時候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要寄油呢 後來當然讀過歷史 知道為什麼要寄油 你講的是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初中 因為七六年文革結束 你說七二七三年 鄧小平三上三下 很多運動 整個氣氛都很緊張 你又什麼時候不上 應該是文革之後 即是七七八年 剛才說的差不多 我只發現一件事 尤其我覺得我媽媽是一個超人 有一個女人 有一個單挑 每邊有兩個行李 再拖著我們三個小朋友 帶你們上去的 是 很恐怖 你鄉下又在哪裏 廣州 廣州 我媽媽的鄉下不是 但我們從廣州為主 親戚多數是去廣州 這樣就厲害了 我每次上去是肥仔 上去之前 下來變成瘦仔 為什麼呢 我負責穿九件衣服 穿六條褲 再穿三角褲回來 那又不是 我記得了 第二次回鄉 跟我媽媽 我媽就是 新迴 我記得 那時候我已經讀小學 就像你這樣情況 我沒有穿那麼多衣服上去 就拿 好了 然後去到 就進脫 總要有條面褲 有一件衣服 我最終是兩母子都病了 重要的是我媽媽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給予他們 除了那張車票 去到火車肚餓想賣雞腿吃都沒有錢 有雞腿吃? 有!有人拿個籃子上車賣的 但有雞腿有花生 有雞腿吃 直通車上有雞腿吃的 去廣州很好吃 但剛才你說的 我們以前回鄉鎮 在上面要寫手錶一隻 帶了港幣多少 但我給你們幸運 我是潮州的 但我沒有回過潮州鄉下 後來十幾二十年都回過 我媽媽回鄉下時 我們太小就沒有跟 我第一次北上已經是八十年代中 因什麼北上呢 因為我們知道七八年 經過十年文革之後 鄧小平實踐事件 驗真利的唯一標準 將華國鋒趕下台之後 就開始正式改革了 開始有些萬元戶 在八十年代初 寬鬆一點 有一隊歐洲樂隊 在廣州中山紀念堂開演唱會 那隊樂隊的知名歌叫 The Careless Whisper WAM 我那次應該跟書琪 一班書琪導演 不是女書琪 我們上廣州看WAM 坐船上廣州 中山紀念堂 但當時的感覺是 全部都是灰色、黑色、白色、藍色 不像黑色 最藍色都是這樣 但到我正式 因為那次的印象不是很好 因為廣州有很多灰塵 看完表演回來之後 都想過 大陸是這樣的 香港幾好不回去 我後來第二次回去 就是跟這本書有關 還有女生有沒有關 有些關 我想大家都有興趣 為什麼呢 尤其是我們都知道 有一個非常年的年份 八、九年 六月份 我們香港人看新聞 都說上面這麼亂 不知道政局會變成怎樣 在雪林也是 沒什麼機會回上去 好了 但是到這個八九六四的風波之後 大陸的最高層換了人 換了江澤民 但是那個歷史的軌跡 不是由我們覺得 越來越亂越賊 反而是很積極去對外招攬 即是開始寬鬆了 譬如好像外國片 或者是一些外國的時尚雜誌 開始入到去 那我為什麼會在九零年 應該是九零年的時候 是十月十一月 我就會上去 是因為 剛才有提過我的老友舒奇導演 他就是當時我們 譬如一些華語片 在外國影展都揚威 例如侯孝賢的《悲情城市》 最近重影 大家看著 或者譬如張藝謀的《洪高梁》 《悲情城市》就是 憂復生的戲 在威尼斯拿了金絲獎 宣傳就是舒奇做的 憂復生看中了張藝謀 因為張藝謀在《洪高梁》之後 成為外國影展隻手可熱的 中國第五代導演 陳凱哥之後就到張藝謀 投資他拍一套電影 叫做《大紅燈籠高高掛》 大家都記得 《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山西太原的橋家大閘 這個景點如果稍為熟悉 例如電視劇 就有橋家大院陳寶國做的 如果認識一些旅遊景點都知道 山西就要去橋家大院 舒奇就說 我上去做宣傳 帶上記者和金國亮 因為金國亮那時候 跟張藝謀和拱禮做朋友 因為他們有一套戲叫秦蓉 金國亮是他們的策劃 導演是程小冬 所以金國亮和拱禮和張藝謀 有一定的交情 金先生說要去探班 金先生說我都約了拱禮 所以這本書的攝影就是金國亮 裡面還有Lawrence幫忙拍了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又做宣傳又成 我說去探班張藝謀拱禮 我幾帶都去 香港坐飛機好像可以去到太原 太原就是山西的省府 這幾年我經常去山西 因為成龍的成龍功夫電影周 就在山西的大同 已經彈了五屆 但當日去太原 第一去廣州都這樣灰塵 去太原都不知道什麼環境 那環境當然一去到就怎樣呢 一去到就住招待所 招待所就十點後 升降機就沒有了 然後晚上就沒有熱水 沒有熱水 現在外面的街灯就很暗 過了一晚 翌日就去探班 去探班我還記得拱禮真的很nice 因為哪裏跟現在的小鮮肉明星一樣 後面有梳化助手拍照幾個人 當日拱禮拍戲 一個助手都沒有 放飯的時候 一樣拿著一個盆 是銅還是鐵 大家打飯排隊 大明星男主角女主角一樣 還說文進你有沒有飯盆 我這個給你 就是這樣的 而且那個山西太原 以前大陸的廁所 沒有門的 沒錯 我經歷過 我一聽鄭丹帥說 曾經去拍電視劇 有幾年 蹲在那裏 有些人路過 鄭丹帥 我和我簽名 我蹲在那裏 你叫我簽名 有嗎 這些情景 是當年 在講1991年 即是90、91年 是常有的事 我還記得 我去到90年底 我去廈門 都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沒有工作 前面有一堆女人在那裏 聊天 那些大宅院 就是九曲十三彎 一走過去 原來我是女廁 我不記得 我有沒有看到 董寧蹲在那裏 總之是女廁 我非常不好意思 就走了 你知道嗎 明白明白 現在收工 就和張苑茅在那些店裡 大家吃蒜羊肉 聊天 那個氣氛真是很好 那種樸實 好了 我去探員班 拍了很多照片 後來出來 就出了這本寫真集 還有些少許存貨 好了 我問 然後回去吧 我問 回香港 原來沒有直飛回香港 要先上北京 再由北京回香港 那我問 舒奇導演 她說 不跟我們去 我說 北京住哪裏 北京住京廣中心 都不是一個酒店名 我說 仆街了 又是招待所 我沒有去過北京 京廣中心 好了 京廣中心 去到北京 一check in 原來是當時在東三環朝陽區 枯家樓最高檔 最高的建築中文 上面是住宅 中間寫字樓 上面是公園 下面是酒店 二十多層 就是新世界管理的 原來是酒店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金生有去的天地 我又有個天地 大家不太調整 就算金生在這裏 我沒有去 有品味高檔 我是族人 糟糕 一個朋友都沒有 我進電梯 見到一個女生 應該是港女 不是北京的女生 一般知識 她對我笑 我問你是不是香港人 她說是 我不管你今晚和誰吃飯 我沒有朋友 我跟著你去 我學習了 我真的這樣說 那女生就說 好啊好啊 我今晚約了我們 京廣中心的財務總監 是香港人 我們就在對面 京廣中心 對面東三環 有個日本菜館 好像還在那裡 三四樓 然後去吃日本菜 因為是香港人 香港人姓梁 我記得 她說 文章歡迎你來 當時九一年 小弟那些 上日飛飛 友和和我出了很多書 略有名氣 都是這一圈 那些人興趣就說 我們京廣中心二樓 是一個小酒吧 有一個launch 很多香港人在那裡 因為那裡的女服務員很棒 嘩 快點吃完這頓飯 吃完這頓飯 都不回房間 直接去到二樓 在京廣中心 老北京都知道 我一進去 全香港人 每一台香港人都跟我打招呼 文進 上來了 文進 上來了 好有親切感 喂 我一個朋友都沒有 為什麼會跟我打招呼 因為他們都有看我的專欄 因為那時候我也有很多專欄 有看文進 其中我認識了一條人 因為我習慣去到這些地方 一定要找些針 因為人生路不熟 當然是找當地地頭蛇帶你去 這條人姓葉的 叫Michael 他說通天在北京很久 就跟我聊天 八九的時候 那些家人送我們去北太平莊那邊 上樓了 怕我們出事 說到 嘩 姓葉的 難道是葉選平的家人 然後再說幾句 就說 沒有啊 我下個月就跟總參 那些人去英國 看一些防毒面具 是呀 賣軍地 賣軍地 直接佩服到養活 然後帶我去建國酒店 就是長安大街 第一間涉外酒店 旁邊就經論 說很多事 我直接想找到人 後來我上去 我就找到他做帶路 他就帶我去什麼地方呢 就去北海 北海 北海 冬天就結冰 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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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 我記得信報時有專欄 用我的大兒子的名字 黃衡寫的 我說真的太離譜了 在天子腳下 居然有些日本人 可以這樣開酒吧 後來好像就倒閉了 我寫完這篇文 哈哈 你真是壞 但是我因為有這些朋友 因為我們讀歷史 所以北上我覺得 我如果只是把自己困在維多利亞港的天空 那就真是不同 於是我就打主意 有機會真的要北上去了解一下我們的國情 後來回到香港 真是有個機會來了 因為張國中先生 藝能 張國中先生說 文進 我有個戲 台灣那邊的片商 經常叫我開一集 但是那個導演 他就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他很多戲拍張之良 那裡叫中國最後一個太監 因為第一集 我有份做一個懷太監 五馬先生和我做太監 莫少聰也是做太監 我們第一集 應該是86、87年 就在台灣的高雄恐廟 就當是北京的紫禁城 但是在1990年之後 大陸就開放了 歡迎你回去拍戲 變成這個續站 台灣的片商就 你繼續拍中國最後一個太監續站 還可以回去北京拍 紫禁城拍不到 隔壁有一個勞動人民工 那個格局和一模一樣 我當然有興趣 因為我剛離開了得寶的宣傳 因為黃玉郎出了事 那樣就解散了 那個好朋友公司 那我做導演 上北京 於是我就一口答應 應該是由1991年年頭開始 就開始了接近30年 北上的日子 每個月都是北京 頭半年就是籌備拍戲 住哪裏呢? 你和我談幾個 住在亮馬河公園 這個很厲害 亮馬河公園在東三橫 為什麼我們住亮馬河呢? 因為斜對面是崑崙 崑崙高檔些 亮馬河有酒店便宜些 兩三百元 或者一個月可能是一萬多元 整個月住 我們的劇組便在那裏見祖 為什麼要在那裏? 因為當時的電影局是在東邊的 不同現在是西二環那邊 以前東邊是叫禮氏胡同 我們去電影局和合拍公司 所以就住在東區 我的劇組全部都去 我們香港幕後 每個都是光棍一條 去到北京 花花世界都是北京妹 看到你們香港男子 多數未娶老婆 我娶老婆 但我發肥 其中有些製片 電影都未開 神魂顛倒被北京妹混了 那幾個月 譬如葉偉忠 汪衛謙 全部都見證著 一路籌備了半個月 這半個月 我就足跡踏遍北京 整個北京地圖 天壇 日壇 地壇 四和圓 長城 圓明圓 然後再遠一點 十度 八度 九度 因為拍戲最過癮 就是看景 因為看景 不需要負責任 公王虎 那些 後來這部電影 還歷囂了羅文 羅記 去做小德章 羅文很少拍戲 因為對角色有京劇做手 他們早三個月 和阿聰去練京劇 長住在北京學 所以這部電影 在當年七月開鏡 誰找羅文 我這個很興趣想知道 我們商量之後 我去找羅文 因為羅記 我是樂評人 他是EMI 他很歌獻級 你那些蛇狗 他考慮了多久 不是 不作他人想 是怕他不答應 他很少拍戲 很少拍戲 林阿珍 那些都是客串 鄧高雄那些客串 你做太監 他有京劇造手 都適合他 所以 因為拍這部電影 我還記得拍到九月 入秋 最後一天開工 在海定區 二和園那邊回來 最後一天 怎麼辦 回香港 但我現在 在北京 每一片土地都有歷史 東郊民航 因為我在拍《溝宜》的故事 《溝宜》被人趕出紫禁城 就是東郊民航的日本領事館收留去 我一腳下面 搭的每一片土地都有故事 李大超、陳獨秀 那些全部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 繼續留在中國大陸 拍戲 這是我北上的經驗 和你們 庶民北上就是 什麼東西去送禮 我北上就是 開展我的 長達三十年的 演藝生涯 至於 回來之後 想了什麼 這幾集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幾年在大陸 究竟做了什麼事 拍了什麼戲 剛才你提到的梁馬鶴 你所認知梁馬鶴是怎樣 我們下一集 好 好 好